其實因為我拍這種題材 這種形式的一個落容的戲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跟我們的監製 我們的編劇和導演的組合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未收到劇本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橋段是知道的 其實我自己都有 關不關嗎? 我不是擔心而是 我會想應該怎樣去演 或者怎樣去處理那個情緒 我什麼都未收到的時候 其實我有試過在家裡 我哭了 因為始終你很多 你要去有那個想像 究竟這個角色是經歷過什麼 或者是曾經處理過什麼情緒 你才可以做到那個感覺 但是在我很混亂 然後我跟監製說 因為我也有哭 覺得他很慘 的時候 Jes就跟我說 他說 你放心吧 我一秒都不會拍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那些要一定要拍出來 還有那些雪 我那些真的要這麼冷 一定要 是真的 真的冷 我那些永遠都是真做的 哈哈哈哈 現在可以這麼輕鬆的 我幻想都很慘 但是本來我們的廠已經很冷 誰知道那天更冷 更冷 對 是真的 你想對